随着80后,90后那一批年轻人逐渐长大,但随着他们成长的一些明星,也逐步逐进家庭,开启新的人生。 作为对那个年代年轻人影响最大的男神,周杰伦也是抱得美人归,何况领喜结连礼。 不管是他们相恋,还是步入婚姻殿堂,都堪称王子公主般画面的极势感,周董也迎来自己人生巅峰,试验爱情双丰收。 自始至终,周杰伦为人处事都异常低调,做音乐已是如此。 回归家庭后的她却一改常态,不断晒出自己和家庭的各种的新照片。 2月3日,她就在旗客人社交网站上晒出女儿的萌照,并配文,希望阳光充满世界各地每个角落。 这是一个作为父亲的祝福。 而照片中的小周周戴着编织帽,坐在沙滩上,穿着蓝色吊带裙,长腿相当抢劲。 当然小周周到底长什么样,依旧引人关注。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鸟,而在此之前的多张照片中,可以看出周杰伦对女。 而是宠爱有家,无论去哪里都要把她抱在怀中,颇有宠女黄魔的样子。 看到男神这一家是如此的幸福开心,喜欢她的歌迷都应该很高兴吧。 当然,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,事实上回复周杰伦的恋爱史,她曾有多次机会,能够尽早享受此等天伦之了,但最终都不了了之。 说这一恋只要奇迹周杰伦的第一段感情,蔡依林这个名字不能非忘记。 要说他们两人是如何认识的,那么不得不提到吴宗宪。 吴宗宪可以说是周杰伦人生当中的贵人,不仅让她从幕后走到台前直至成为巨星,而且还介绍蔡依林和她认识。 2001年,在吴宗宪的撮合下,周杰伦和蔡依林相识在一起,两个人也是经常互动,不管是参加活动,还是在双帮的演唱会上,都能看到两人同框的身影。 2002年,由周杰伦作词作曲,为蔡依林量身打造的一首骑士精神,受到大家的热客,她们俩的恋情也几乎呼之欲出。 而在此之前,蔡依林因为合同问题和前公司闹斩,周杰伦前举阿妹,随后,两人同犹豫版的消息也被曝光。 虽然两人最后都表示只是巧合,但当时很多粉丝已经心照不宣,再加上周杰伦亲为蔡依林专辑亲力亲文,要说他们俩之前没有恋情是不可能的。 两人从默默闻的草根一路发展为流星月坛天王天后级的人物,在很多人心目中,他们两人俨然迎听情侣。 只不过,事业高歌猛进的两人,在感情问题上都不太坚决,永远不承认,也不否认两人之间的恋情。 最终,随着周杰伦和侯佩辰的恋情爆出,这段让所有人看好的双真烈也夹缘难止,令众人唏嘘。 唯一公开承认,告别了双真烈,周杰伦或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。 在他看来,侯佩辰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,也是他唯一公开承认的恋情,而两个人的表现也似乎是,为爱情犯不顾身,以兴奋着结婚而去。 两个人的第一次相识,是周杰伦参与侯佩辰的放谈节目,侯佩辰不停地夸周杰伦的歌好听,而周杰伦喜欢耍帅,在他的节目中多次表演魔术。 一来二往两人便熟悉起来,侯佩辰过生育,周杰伦也是天心送上祝福。 一手屋顶像曾经的两个年轻人,慢慢地走进彼此的心里,爱情也随之生根发芽,处在幸福中的两人,童话竟然有一丝羞涩,或许这才是最美好的爱情吧。 可是娱乐圈的事情真的很难说,无数的媒体和狗仔队,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,而当时年轻气盛的周杰伦,出于问题也略显不成熟,这让需要安全感的侯佩辰也不适应。 最后,两人在2007年和平分手,而为了纪念这段感情,周杰伦随后为侯佩辰写下《我不配》这首歌,描述他们的爱情,像一场迅速有刻骨铭心的龙卷风,祭奠这段无疾而终的爱情。 物质人 非,随着昆林的出现,周杰伦的心终于暗定了下来。 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,这以外曾经是嫩魔的他,比起周杰伦的前两人,似乎并不占任何优势,为何能获得周董的芳心? 或许我们更愿意承认的是,周董对他是一见钟情,满足了他内心中王子与公主般的恋情。 往日的恋情如果往人烟一般随风飘去,如今周董有了家庭,有了孩子,他也很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吧。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